大家好 我是麥斯文 Gloria 歡迎收看Global Express 今集我們和Edward聊一聊關於Global X創新籃籌10強ETF底層的一些公司 Hello Edward Hello Gloria 這隻ETF中有10間不同的公司 其中一間就是Apple 它就報了業績 它是怎樣的 可否和我們介紹一下 Apple下一個季度之因 比市場預期稍微弱一點 今年全年 營業把握大概不會有太大的增長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它是處於不同產品的生命周期之間 有一個轉接的位置 因為前幾年 我們看到它陸陸續續發佈了一些很成功的產品 例如AirPods、Apple Watch這些產品 幾年之內 銷量都可以去到很高的位置 但現在 其實我們處於一個在智能電話 可能會慢慢轉向一個VR AR 平均的時間 但因為 本身整個技術都沒有那麼成熟 所以我們也看到 去年Apple 推出了第一代的Vision Pro 它們的所謂spatial computing的產品 但因為價錢也很貴 在這個階段 所以我想 都需要好幾年的時間 才令到這些產品慢慢成熟一點 讓它們的銷量可以去到 Apple 一些比較 popular的產品的水平 所以在這個中間 整體的 hardware 的售貌是會比較慢一點的 我們談完Apple 其實這個ETF 裡面 都有另外一些公司 包括台積電和NVIDIA 你對它們有什麼看法呢? 它們的表現是怎樣? 好 我先說台積電吧 台積電其實它的業績和全年的指引都是很好的 而今年全年的營業額 都在看超過20%的增長 相比去年 其實它也是受惠於整個半導體周期的復甦 我們去年半導體其實都是一個下行周期 所以整體整個行業營業額都是下跌的 但去到今年 隨著不同的產品 譬如自行電話 電腦 甚至server 都有一定程度的復甦 都會幫助台積電那樣的行業最大的晶片代工Foundry 它們整個產能的利用率和各方面去逐漸復甦 去到NVIDIA 我想NVIDIA 今年都是繼續受惠於整個AI的投資周期 還有我們看到它去到下半年 其實都會出它下一代的產品 應該是B100 就是它下一代的雲端的AI的GPU 所以我看到它的產品周期其實都是很強的 加上整個AI的投資都會繼續 所以NVIDIA其實今年都是一個很好的設置 那你提到NVIDIA 現在是受惠於AI投資的周期 可以多說一些嗎? 好的 其實AI投資裡面 我們看到主要都是幾間大的科技公司去主導 例如Microsoft、Amazon、Google這些公司 其實它們在業績裡面都有說到 它們今年的CapEx 相比去年都會增長不少 裡面主要的增長部分其實都是用於AI相關的算力的投資 所以我們覺得NVIDIA其實在GPU市場的Market share這麼高 它都會繼續受惠於AI的投資周期 好 麻煩Edward 剛才Edward跟我們分析了關於Global X 創新藍籌10強ETF底層公司的一些分析 如果大家對這隻ETF有興趣 可以去我們的網站看看 今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當然 關於Global X 跟在Global X 我們說 expenditures 對不對 是